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而用 哪一种科学班这道题 它给了什么 两个根号 然后这个相加呢 等于30 而且x是一个正整数的 那首先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里的正整数在开方 结果呢 如果相加会等于30 这两个一定都要是什么 都要是整数的 如果你今天呢 有一个是无理数 就是今天 一个有理数加上无理数 等于有理数 这样不合 所以呢 两个都可以开出来 所以我今天呢 就可以假设什么呢 我今天就可以假设 a减10 它上次可以开方 所以它是一个平方数 x减130呢 它是另外一个 m的平方 那现在我们就会有什么 我们现在这里就有 n加上m 会等于30 但对这样的式子呢 你把它做个减法 做个减法 那我们就得到这边是120 那会等于m平 减掉m平 那这里呢 平方x 我们就得到 n-m 乘上这个n加m 好 我们现在知道呢 m加m是这个30 那这里呢 乘起来要120 所以n-m就要是4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解出来 相加是30 相减是4 所以呢 m跟m 好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大的是17 小的是这个13 然后再带回来 a-10 等于n平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x 等于这个n平 加上10 就是17的平方 289 加上10 就等于299 好 所以这个299呢 它是一个直数 答案就是1 1